10月11日,李小鹏在自己微博晒出与儿子的合照,并配文称,功夫熊猫加星球大战,照片中的他与儿子坐在凳子上,拿着星球大战的激光剑带着功夫熊猫的斗笠,父子俩现场PK,十分热闹,网友纷纷表示,宝宝太可爱了吧,我们可爱的奥利呢,天哪,真的好忙啊。 而这张弟弟表情终于比爸爸到位了,哈哈,10月8日,前体操奥运会冠军李小鹏现身香港健康快车慈善跑新闻发布会,与艺人张卫健一起号召大家都做运动,参与慈善。 李小鹏笑颜,自己经常会跑步,家里两个小孩子精力充沛,跑来跑去,自己也跟着做了不少运动。 他还搭载女儿奥利,很有体操天赋,但并不至于希望他会成为体操运动员。 李小鹏2017年与女儿奥利一起参加了健康快车慈善跑,他表示今年会带儿子一起来参加。 第一,让他们感受体育的快乐,第二,也更多感受一下慈善活动的意义,也希望他们从小懂得怎么样帮助其他人。